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体看上去又宽又低 为了降低车身重量 该车使用了大量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最终总重量还不到3100斤 该电动超跑保留了家族式的大嘴设计 再搭配左右两侧硕大的进气口 犀利的LED大灯以及两侧隆起的轮煤 从外观上看着非常凶悍 尾部一如既往的采用了贯穿式尾灯 大尺寸的饶流板配合夸张的扩散器 还能保证高速驾驶的稳定性 值得一提的是 该车并没有配备传统的后视镜 取而代之的是一对小耳朵电子后视镜 在内饰上研究人员也突破传统设计思路 单座双座模式能够自由切换 一个人的时候 还可以将座椅和控制系统滑动到正中间处 让用户获得驾驶专业赛车的感受 据悉PB181TRI搭载了一套三电机系统 最大功率可以达到680马力 峰值扭矩将近850牛米 百公里加速只需2秒 内置的95千瓦电池 可以让其续航超500公里 快速充电系统只需15分钟 就能完成充电 为了打造这辆电动超跑 奥迪这次真是使劲浑身解数 就是不知道这辆产车怎么样 视频元素来自LD Australia 由Maxonar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 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Maxonar创意公园 前面 好